你一定要知道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它已经有风险 你不能去追了 不能说 哇 回档了一点点 我赶快就进去买 而是要看它会跌到多少 你才决定什么时候要进场 不是说预定这支股票要涨多少 你才去买这支股票 而是要看说 今天我们要对新同学发表一篇 谁不是从小白做起 万丈高楼小白起 因为我们也是小白出身 所以大家不要自卑 今天进入股市的目的在做什么 赚钱 个性比较积极的同学 就是说我要用最快的速度 赚到最多的钱 不但是做股票 什么旗子 选择权 人赠 全部都来 这个赚得快 有杠杆倍数 这一些的同学 我把它取名字叫做拼命蜡蜢族 那另外一些比较保守的同学 买ETF 买基金 买高值利率的股票 每年赚个百分之几个利息就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纯股族 比较激进的同学 我做股票 我没有很贪心 我没有想要说 哇 我拿个30万进来 我明年就变成300万 后年就变成900万 大后年就变成8100万 我只要一年赚个两成就好 过分吗 没有啊 我现在举例说 你现在去买一档100块的股票 一年我只要赚20块 听起来20块好像也不少 可是呢换穿成礼拜 过年啊这些放假不算 你用20除以50周 那么你一个礼拜可以赚多少 4毛钱就好 100块的股票一个礼拜赚4毛 有很过分吗 结果呢为什么我还输呢 哎 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 你心态是不是正确 第二个 你的技术是不是够高 做股票有两种心态 看到谁抢我就去追谁 激进型的操盘人 你说他错吗 也不见得错 这种的操作方式大赚大赔 大家回想一下 去年货柜行动 你如果呢 买到六月底的时候 你还赚了一些 然后呢 七月初开始崩跌的时候 一套就是五成 一跌就是五成 要翻身都很困难 所以很多同学呢 就看说 哎 这种激进型的在做股票呢 真的是不太好 追什么股票 等他拉回再买 所以呢 大家在脑海里面呢 就会画出一幅微笑曲线图 这个股票叠下来了 买了以后呢 他打顶 阿豪底了以后呢 哇 飙上去了 赚大钱 每个人的心里面 都有一张微笑曲线图 可是呢 真正下去买的时候 会这个样子吗 即使发生了呢 也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大家听我这样的讲 怎么可能总是有 听说谁啊谁啊 都赚过这种钱 绝大多数的都赚不到 为什么 我的经验 一只股票 不管它涨了多少 它只要回档 三趴到五趴 它就受不了了 就跳进去买 为什么会受不了 跳进去买 因为这一档股票 如果它是一个标股的话 它在之前上涨的过程之中 一定会有个一次两次 甚至于三次盘中回档 或者是呢 当天收黑 可是呢 第二天又开始继续往上标 所以呢 你会怎么样 第一次回档的时候 可以买吧 再等它回升一点好了 结果呢 它很可能呢 跌个三趴五趴 哇又开始标了 一标又是二三十趴 第一次觉得 哎呀心痛啊 为什么我那天不买呢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出量跌 大家都说出量跌的时候呢 恐怕会跌得比较深 不要说我贪心 最好是它打到跌停板 我再来买 买到跌停板 我就可以笑 昨天买这只股票的人 我甚至可以笑 前天买这只股票的人 那么我就挂到跌停板里面等 结果呢 它达到九趴 又拉上去了 后悔啊 它又涨个二三十趴 那最后 这一只股票 蹦跌下来 今天跌了三趴到五趴 我不贪心了 我直接进去买了 买进去以后呢 一只停板 再忍一忍 它第二天 再跌个五趴 跌了十五趴了 这次差不多了吧 心里面就开始 一个小宇宙就在那边运行了 所以呢 我还等它反弹起来 转强了 我再来进 结果呢 这只股票 果然呢 就开始转强了 再不买的话 它又要飙了 我all in啊 它这一路上来 从来没有跌过十五趴的 而且呢 每一次 只要一反弹起来 直接飙的 我当然跟它火拼了 结果呢 又下来了 从最高点跌到这边呢 已经跌了三十趴 到三十五趴了 怎么办呢 再想要买 也没钱了 那只好在这边熬啊 结果呢 它真的反弹起来 还反弹了十趴 我就告诉你们吧 它最多就跌到这边 我马上就要发财了 结果呢 开始 每天呢 都在早晚三炷香啊 拜托 它今天呢 给我涨停板 结果呢 赖床 一赖就赖了三个月 到最后呢 真的受不了了 它只要敢涨上来 我一定卖 不要 我换股操作了 结果呢 它有一天反弹起来 反弹了十趴 涨停板赶快走啊 留一点点的股票 看看它还会不会再涨 再涨的话 我再卖 结果呢 它下来 又反弹起来 这一次呢 反弹超过我 卖股票的价钱呢 超过了两趴 哎呀算了算了 我赶快卖了 不要呢 又跌回来了 结果呢 我全部出光 它开始起标 又涨了三十趴 这个三十趴呢 是从呢 我卖了那个十趴以后 它开始涨三十趴 超过呢 我当初进场的价格 一大段了 你心里会怎么想 满天的圈圈叉叉 那气死了以后呢 再看这只股票 原来最高点是一百块 它现在呢 已经到一百二十块了 隔壁老王跟我讲说 这只股票会到两百块啊 追回来 开始跌了 这种事情 在股市里面 有没有发生过 在这边告诉大家 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呢 你一定要知道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它已经有风险 你不能去追了 不能说 哇 回档了一点点 我赶快就进去买 而是要看它会跌到多少 你才决定 什么时候要进场 不是说预定 这只股票要涨多少 你才去买这只股票 而是要看说 你现在呢 它涨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已经有风险 或者是呢 还可以涨更多 你才能进去买 简单的讲 先把工资练好 基本分析会告诉你说 这只股票 这一个产业 它有没有远景 那以后呢 这个远景呢 会发挥到什么时候 技术面会告诉你说 什么时候 它是买点 什么时候是卖点 我们祝呢 我们所有的新同学呢 都能够在股市里面 大赚钱 他们提供的 他们来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青稞 这个生命 转参赚 这个生命 我百年 我一样 给你